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王翼的第一本小說《破碎虛空》 故事開始沒什麼特別 元朝一班高手想搶岳飛留下的兵法 用來趕走蒙古人,當然死得七七八八 剩下男主角大難不死,再找到另一本武林秘笈 都說做男主角身邊的人很危險 男主角出來繼續搞革命 亦有美女獻身 說到這裏都像是民族仇恨竅 但看著看著,才發現故事的忠心思想 是如何超越仇恨 書中有一幕,男主角被蒙古高手伯斯巴捷擊 怎料沒有來到一場驚天動地的決鬥 而是兩個人用精神感應,做了一場超時空冥想旅行 原來他們很多世都有關係 做過夫妻師徒敵人 然後兩個人由仇人 變成了尋找道護的伙伴 沒有打起上禮 白絲巴還因為這件事 退出戰局,專心領不到 即是說,其實我們這一刻很著緊的恩怨 只是無數世的其中一世 可能你今天很愛的人 前世你爭到想殺了他 所有事都不是永恆的 只有道才是永恆 王翼的小說中,破碎虛空就是終極的道 男主角最後也破碎了 超越仇恨,境界很高 不過,男主角破碎虛空前 在千軍漫畫中殺了蒙古大老闆 幫死鬼女朋友報仇 奇怪的是,現在不是要超越仇恨嗎? 之前白絲巴都殺了男主角的同伴 但是男主角一笑敏恩仇,殺女朋友就不行 如果我是男主角的同伴都相當心酸 證明無論一個人去到什麼境界 本質都是雙重標準 事小讀者就是這樣 有一百個配角為了抗原大業而死 大家沒什麼感覺,蘇智麗 但是男主角的女朋友 如果男主角不報仇 自己就去了破碎虛空 還不讓讀者罵到反轉?